哈囉我是凌薇 今天這則影片或廣播呢 我想要跟你談一談網路行銷和網路創業 兩個致命的失敗原因 OK其實創業成功啊 我認為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多人 夢寐以求的應該也是你想要的 但無論是實體或者是網路事業 其實成功的人大約都只有10%左右 也就是說大約只有一成左右的成功率 那九成進行實體創業啊 或者是網路創業的人都會失敗 所以今天我就想到要跟你談一談這個主題 網路行銷和網路創業 我認為兩個致命的失敗原因 OK因為其實我認為成功 創業成功的原因非常非常多 但是有時候失敗的原因 往往就是會影響你成敗的關鍵 而且失敗的原因往往總是那幾個 就是每個人都犯了這些錯誤 那我自己本身在從事網路行銷和網路創業 差不多大約9年10年的這些時間當中呢 我發現無論是全職或者是兼職的網路創業家 他們常常都犯兩個致命的錯誤 OK那你一定會問哪兩個致命的錯誤 第一個錯誤就是想要把網路創業中的每一件事都做得完美 那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錯誤的事呢 就是想要同步去處理很多不同的網路事業項目 OK你可以先解釋一下目前你自己有沒有犯這兩大錯誤 我相信很多人這時候心裡可能會想 原來我也犯了這個致命的錯誤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為何我會說這兩個致命的錯誤 會是網路創業當中足以造成你成敗的關鍵 OK其實的確從正常的觀點來說 把事情做完美或者是同步去處理很多的事情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這個是絕對你認為或者是很多人都會認為 這應該是正確的啊 但問題是出在什麼 就是出在想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完美 和同步處理不同的事業項目 你可以仔細的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犯了以上這兩個錯誤 還有可能網路創業成功嗎 OK 可能 但是我認為機率非常非常低 為什麼 我們先來談談錯誤一好了 首先錯誤一的失敗關鍵就在於 你會把太多的時間花在一些無關緊要 或者是影響不大的事項當中 例如像是什麼 像是你想要把網站做到盡善盡美 然後功能非常齊全 然後才上限 或者是你想要把你的產品 把你產品的功能 把你產品的品質quality 然後改良得非常非常完美 然後再開始賣 甚至是你想要完整的去規劃好你的事業的SOP 後再行動等等 不是說以上這些事情不重要 而是說這些項目原本 其實就沒有辦法做到所謂的完美 或者是做到所謂的100分 才可以拿出來 因為常常我認為太多的人 他們都認為 這樣子的狀況 這樣子的產品 這樣子的網站 還沒有做到他覺得足以可以拿出來買 或者是足以可以上限的一個品質 但是其實在市場當中 很多的東西都是還沒有做之前 就應該先去測試 先去評估 甚至是只需要做到怎麼樣 只需要做到70分 或者是80分 其實你就可以拿到市場當中去測試了 唯有這樣你才知道 未來你該如何把這項產品 或者是你的網站 修正到90分 甚至100分 而並非一開始就把你的網站做到 盡善盡美 做到100分 才願意上限 OK 那錯誤2呢 錯誤2是什麼 錯誤2就是 失敗的關鍵就是在於 你同時處理多個項目 我認為你同步處理很多的事業項目的時候 你會犯很多的錯誤 首先就是你會很難堅固 而且你會把時間花在影響不大 幫助你獲利不大的事項上 例如像是 你原本有一個賺錢的事業項目了 但是你會想再生出第二個賺錢的事業項目 而分配了其中一半的時間過去處理 這時你第一個原本賺錢的項目的速度 可能就慢下來了 獲利也開始減少了 因為你還沒有把第一個事業項目做到自動化 或者是半自動化 但當然每個網路創業家 其實他們都想要 擁有多個不同的賺錢的事業項目 例如 可能你有兩個網站或三個網站 你希望這三個網站 都可以幫你賺錢 這是好的 但是什麼時候才應該投入 第二個或第三個事業項目呢 我認為 有一些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你應該 應該要當你把你的第一個賺錢的事業項目 已經可以做到自動化 或辦自動化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或者是你評估之後發現你的第二個事業項目 會比你第一個事業項目成長更快 而且獲利更高的時候 甚至是 這個獲利是非常穩定的 而並非只是賺一波的這樣子的快錢 這個時候你才應該去把大部分的時間 和重心轉移過去第二個 或者第三個事業項目 因為這是真正在網路行銷 和網路創業當中 你要成功的關鍵方程式 OK 之所以很多人網路創業失敗 網路行銷一直做不成功 就是因為他們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犯了今天我跟你談的這兩個關鍵的錯誤 就是第一個想要在網路上 把你網路創業當中 實體創業當中的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 第二個就是想要同步去處理 很多不同的賺錢的事業項目 那今天我跟你分享的這兩個網路行銷 網路創業當中 很多人 大多數人 都容易犯的 一個致命的錯誤 希望對你的事業有所啟發 也希望你不要犯這些錯誤 OK 我是林偉 我們下一個影片或廣播再見 拜拜 拜拜